它是韩国顶级猛犬 风三犬 被列为重要资源物资 这种狗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 能被当成国宝 该狗胆大凶猛 虽然自身体型不大 却敢于对抗中大型猛兽 体重40来斤 身上拥有双层背毛 由于常年生活在低温地区 造就了它顽强的生命力 自古以来就是优秀猎犬 OK 吹完了 咱们来说说实际情况 咱们中国有很多优秀的猎犬 战斗力都强于韩国风三犬 由于韩国面积不大 所以该地的原生犬种数量也非常稀少 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风三犬 就被当作顶级猎犬 实际上我们的梁山猎犬 下屎犬 骨嘴沙皮犬等等 一系列的国产优秀猎犬 战斗力都强于韩国风三犬 正因为我国地大物博 优秀的土猎犬品种高达几十种 所以不被重视